在你准备要买房子的时候 你的亲戚朋友甚至家人是不是都跟你说 不要买Listhold要就买Freehold OK let's go 大家好我是Brennan买房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Freehold还有Listhold Freehold永久地气 又称Begangang Bebas 基本上永久地气的产权呢是完全属于越主的 那我之前有两支影片呢是说到过关于地气 相关的两支影片 我也不希望说有房产小白看了过后觉得 我很混乱呢 你到底在讲什么我不明白 那么我接下来所说的呢 还有比喻的呢 请你们尽量 慢慢的去了解吧 假设今天我有一块地 那么这块地他本身也是有一个产权 而在马来西亚呢基本上产权分为四种 而不受那个种族还有身份的约束的话呢 则会有两种 那就是Freehold 另外两种比较特殊的呢 就是 Malay Reserve和Bumiputra 经常有人会把这两支给混淆 因为 Malay Reserve其实就是给马来人而已 而Bumiputra呢 只是给所有拥有着Bumiputra Status的人民 都可以去购买的 好像我有一个 华人朋友他也是underBumiputra 然后有一个印度朋友 他也是under Bumiputra 所以他们都是可以购买Bumiputra 类型的房产 而 他们是不能够去购买Malay Reserve的 我的天哪 那么了解了四种产权过后呢 你还要了解说他的那个性质 因为假设今天我有一块D 他是under freehold的 可是他的用途可能是说 Residential Commercial Industrial 或者是 Agriculture 那 Residential Commercial 怎样的分别的话 你可以看这一支影片 假设这块D是freehold Residential 那么以后他会是individual title 还是 Strada title 的话呢 其实很取决于 发展上他要盖什么类型的一个房产 那么你们也可以refer 这个影片 希望大家有个基础的了解 那么我们正式进入说 Freehold他有哪些特点吗 到底为什么马来西亚人这么喜欢freehold呢 第一产权转乱的限制比较少并且没那么严格 第二不许支付土地一价land premium 就是常常人家说的renewal for那个D7 第三个特点还是在于永久这两个字 因为永久D7就代表说这个东西永远是我的 我先不管我到底有没有后代可以传承下去 单单只是听到永久这两个字我已经很爽了 你说对不对呢 话虽如此 可是如果盖房产处于的地段呢 有着想要 建设那个捷运等 的公共发展项目呢 那个政府他还是有权利收回所有的房产的 如果你不信的话 你还是可以上网查一查 就是1960年的 Land Acquisition Act 是不是觉得 房产被收掉 被Land 跟随了 那你又不用这么回心 因为 其实政府也会根据那个房产的市值来赔偿给你的 好来讲了FREE HOLE我们讲一讲LIS HOLE吧 那么LIS HOLE的租赁地契 Begangan Bajakan 他其实也是 属于政府的 简单来说就是那块地可以是LIS HOLE 然后他上面的所有建筑物 不管是Highrise也好 Landed也好 是Individual Title的也好 Strata Title的也好 你买了过后还是你的 只不过 你在下面的那块地 还是政府的 那么他们也是有权利要收回啦 可是 不用担心因为你还是可以做一个Renewal的就是 还那个Land premium 那LIS HOLE第1个特点就是他的那个期限 最常见到的话呢 就是一个99年 有一些project upon completion过后呢 他可能剩下一个97或96年了 这样在Saba Sarawak有些特定的房产 他是999年的 那么999年跟永久地期其实也是 没有什么分别了啦 第2个特点就是LIS HOLE的房产 需要州政府还有相关部门的批准过后 他们才可以进行一个转换的手续 LIS HOLE的第3个特点呢就是要给那个Land premium啦 那这个是用来extend他的LISing period的 听到这里可能你会觉得说 LIS HOLE好像很不好 叫我买的话就 一定要买freehold罢了啦 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branded 那么其实有时候呢 LIS HOLE反而会比freehold好 那我看下来如果我有时间的话我也会再出一个影片 讲到关于 LIS HOLE还有freehold到底选哪一个才是最好 然后还有一些我自己的看法 OK那么希望大家听得懂我在讲什么了哈 因为我希望就是说以最简单的方式 来分享这些房产的知识给大家 如果大家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又或者是觉得有帮助到你 一点点的话 那么可以按下订阅留言和分享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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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